《流行案内所》 欢迎收看《流行案内所》 我是阿朗 我是Sudo 我是阿朗 我是阿蛋 今集我们要讲的流行文化 就是即影即有 而且我们会在片尾送出 两部宝礼来提供的相机给大家 所以记得看到最后 我就很想要这两部相机 不过由于家属和员工不得参与的关系 你有机会 先多谢各位的支持 但其实根据资料显示 很多朋友都有欣赏我们的视频 但只有两天都要订阅我们 我其实很想要求大家 不如将这些视频 分享得更多给不同的朋友 之外 记得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 你按了小鈴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的视频 如果没有你的支持 我们就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那其实说到影相 我们三个都未够班 是吗 所以我们就找了两个很有料的嘉宾 跟我们上这一集 其实她是小雲和阿关 我们有请耶小雲和耶小雲 欢迎阿关小雲 根据Sobo所说 是耶小雲和耶小雲 为什么 因为她记得了你们的名字 首先我想问你们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拍照 什么拍照 我是16岁 因为我是主修摄影的 那你现在多少 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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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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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当初因为喜欢拍照 所以就做摄影了 是的 几年前 几年前 因为是17岁 又是17岁 是 是的 然后是哪个 就是艺念 艺术 总之当时我拍照 拍照 对 对 比如以前的女朋友 她会教我 你应该是这样拍 我站在这里 你就是这样 拿着 不要动 她叫我的相机不要动 其实那一刻 我自己是伤了自己的自尊 哦 是 就是我想发挥一下自己的 艺术方面 帮我拍照 不得 至此你就发粉图 之后 我就去旅行散散心 是 去旅行之前 就说不如试一下买相机 就拿着相机去看 就自己拍照 看看大师 那些framing是怎样的 慢慢自己去学习 去试 我很喜欢拍的风景 特别是香港 我觉得是很科幻 我最初拍的就是拍车距 即是那些long explosion 拍完之后 觉得很有满足感 很快就可以有那个效果 我以前是 拿着相机 按照就可以了 但是构图 光线 颜色 很多很多元 都这么难 我还是想做一下 我还是想打一下 算了 拿着相机 我想如何拍就如何拍 我觉得那个空间 我没有估计 整个事情 所以 以相机的照片 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 舒缓压力 但我觉得她用making of 才是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原来面有五个人 很大部分的问题 都要量度一量的 其實每個女朋友真的太像 而且我發現男朋友看女朋友的樣子 覺得是漂亮的 那些樣子是女朋友都不喜歡的 都未必的 大部份都是 而且我覺得男生的印象是想拿個球桃 但女生就怎樣都是用自己的 樣子是黑色的 因為第一句都是這麼胖的 對 怎麼這麼短的 所以就出現了P頭 或者是全合比例的人 其實這件事對我們很有影響 就是做攝影師 因為有很多人在拍攝之前跟她說 你一定要拍到我瘦一點 你拍我漂亮一點 但其實你不是這些人的時候 你就很困難 忘記了自己原本就是這樣 我習慣了我撿到這麼長 你拍到我短就好像接受不了 其實你們有沒有玩開 也有的 嗯 也有的 嗯 我也喜歡 有關小一點 飛樓 就是飛樓機也有 那有沒有說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其實知道嗎 我多數拍都是一些好生活的 知道嗎 所以都未真的說 試過很Pro的去拍一些好美的東西 就是多數都是 好想要拍一張照 我可以馬上貼起 那種即時的東西 是 我也是用一個Flash 那時候沒有什麼人是拍Flash的 嗯 然後是小雲教我 喂不要拍了 當然要用一個Flash 然後他拍完後 真的有分別 嗯 那個Girls說 出事這麼想 對 就是眼罩 因為眼罩有眼罩很漂亮 其實我看拍些什麼 當然 我身邊認識一個人都會說 這隻有呢 都是很出神頭髮的 你以為他要很設定一些東西 他很純粹 我一邊扎太多菲林了 那不就從來一張 我看到他就很緊張 我發現了 總之就是出自他手 但是我跟他做過一次 我覺得我學到的東西 就是他就砌好自己的構圖 才去做這件事 那出來就變成有他 即是有他自己的特色 有個Pose 是的 就是他有一個排列 他怎樣Present出來都好看一點 有沒有一些很難忘 或者我真的很喜歡這張照 就是我最代表作的 這張 有的有的 是哪張呢 我們自己的 都是很初期的 都是很喜歡拍的藝人燈 那些水潭 即是倒影 小雲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照片呢 我覺得我很多都很難忘 因為我除了劇照 我和他自己都自然有拍到有的節目 我中間也有很多風景 我喜歡拍照 我很喜歡記下來 可能有些地方 我可能一身和他一次 那張照片其實就是 帶我去當時的某一些時間 我覺得影響 你可能想了很多東西 但是有時那些照片漂亮的 你沒有expect 我都想過 反而那些是 是的 因為臨場有很多東西 是你真的沒有得控制 那些其實是最刺激的 所以我想問 其實我看到一些人是剪劇照 你又不可以在劇中出現 但你要找位 是嗎 很慘 我們問他就知道 我們有個攝影組 就是他們 我怎樣跟他們溝通呢 我怎樣可以 確保自己不阻礙到人 同時可以拿到自己的東西 因為他們最重要的 燈光也最重要的 我們這些流螺 就要在他們設定好上去之後 找一個你最舒適的 有時我真的會躲在他們的高腳 裡面的洞裡 可以避開所有東西 有時真的可能只有一個停 那個停只有一個停的時候 你就要在他拍之前 你已經很好準備 知道自己要什麼 你在那裡不動 這個式你拿到你的東西就可以了 就是你每一下都要動 就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這樣會不行 然後有人會穿越一些什麼 又會穿越一些什麼 那我就要不停滾 我想其實 我打出了恐怖的 怎樣進去 那算是一個緣分 我當時認識到文宅 他剛好在那時開電影 他就邀請了我 那就是這樣開始 我第一次 如果這個攝影師拍攝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舒服 其實我要記住 因為我覺得我這一刻 這個Suit很舒服 所以我下次拍攝人的時候 這樣說別人也會舒服一點 就是等他覺得你不是操控他 而是你告訴朋友好一點 他就會相信你 好一點 就是大家的信用跟我溝通 有些想控制你 控制得你整個過程很不舒服 你又看穿我 我們看穿 但有很多人是 有很多人是不明白 都叫做看穿的鏡子 但有很多東西是令到 被拍的人覺得 我很無信心 是不是我給不到你呢 我給不到你的時候 我越緊張 那我開始逆軟了 因為有很多人是 本身在外面是很自然的 然後一走進那個鏡頭 就會突然變成 你怎麼知道我都笑不到 為什麼要叫我 可能少人不拍吧 Soul Go 好緊張 好緊張 帶了一張 他就是這樣 Soul Go 現在也沒有一張正經的照片 我想有一張很正經的 但他應該看不到那張 其實還沒透過那張 那除了拍照之外 最近你搞什麼呢 有沒有受訓 我最近就有專研 樹枝 用樹枝 樹枝 不是樹枝 即是樹枝 就是樹枝 那我就去想 怎麼可以將自己的照片 和樹枝膏混合 一會變成一個 一張 因為這段時間真的很棒 我多時間想 就變成了去學一些新的東西 看看怎麼可以混合自己的作品 這關好像也有搞自己的 有啊 最近搞一些衣服在家 自己懂得弄水 所以今天都帶了幾件 那我們穿一穿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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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美 真心美 真的好美 為什麼會搞一個衣服呢 我出門都很美 本身我自己有品牌 因為我沒有收拋頭 然後搞一個品牌 Wannabe Wannabe 然後這段時間 真的沒辦法出門 所以自己跑去長沙環 那些真的買了點料 然後弄一下弄一下 第二批應該是第四批 第一批 我自己都覺得麻煩 這個不是最容易的 入門應該是整件T 只不過你把它抓起來 把所有的橡筋擋起 那我橙色慢慢慢慢 撕下去 撕下去 然後最初那一批 我記得我放了六個小時 這樣洗的時候 其實已經拆光了 所以我自己 網上教我很多 六至八個小時 OK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24小時比較穩陣 嗯 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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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一件T 是要兩天幾時間的 嗯 那你之後都可以全人手續嗎 暫時都是 暫時全人手續 那些是還沒得賣的 暫時還沒得賣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商量 接下來 自己我都起了一個IG account 叫做Fat Price 大家留意一下 這裡 這裡 我用薯條這個概念來講 為什麼呢 為什麼薯條呢 因為我喜歡你薯條 哦 我覺得薯條大家看到都會開心 對 感覺是會有趣一點 開心一點 所以我用這個概念去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留意他的IG 你看看 你看看 連打關自己都沒有 就知道 多麼厲害 多麼厲害 這件量真是 這件量 都暈了 這件量 這件量 還要這樣 還要這樣 哇 所以接播剛才說的就是 雖然現在大家不太可以 但其實也有一個機會 就是你自己在家 因為不能發揮一些東西 例如小雲的話 弄些樹枝膠 然後阿關就弄些東西 其實也是一個機會 大家靜的時候 你得不夠 如果現在沒事的 大家未必會真的做這些 你哪個時候搞什麼 你們現在才會搞這些 但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Refresh 讓大家重新去考量自己 RT是想做 還未有機會 現在去爆火 出現鏡那邊 那不如我們試試一下 我們真的出現鏡了 出現鏡了 出現鏡了 寶麗來 叫我LAROID Polaroid 其實1937年 由Everyland去創立 當時是做滑雪庫目鏡 和3D眼鏡 直到女兒突然有一天說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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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 或時代的SX70 就出現了 在世上 也是我們現在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這個型號 隨此之後 就有一系列的里程飛 One Step 然後不同的遮影跡 有相指 600 Spectra 等等 就出現了在世上 自此之後 我們拍照就方便了很多 不過 去到90到20年代 隨著套馬科技的發展 很迅速的彈起 所以當時的寶麗內 制應職油是比較適微的 相對之下 人們喜歡新科技 他就有少許的坎然失色 在2008年 他們終於都很為勤地宣佈 停止生產所有制應職油的產品 但這只是一個很短暫的告別 因為有一班寶麗內的忠實愛好者 他們不捨得的人公司 所以他們在荷蘭最後一間寶麗內的工廠 拯救了他們 並且成立了The Impossible Project 這間公司 由那時開始 他們就成為了全世界唯一一間 幫舊式寶麗內生產上資的公司 直到2017年 The Impossible Project 完成整個收購寶麗內公司的過程 並且重新命名為 Polaroid Originals 這也是一個 將所有寶麗內產品 帶回去這間公司 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甚至去到2020年 他們也正式回歸初心 將名字變回Polaroid 簡簡單就代表著過去82年 所有細心人喜歡它的產品 對它的印象 就會用Polaroid這個名字 重新建立 就為慶祝Polaroid這個名字 正式回歸 以及迎接新的10年 他們正式推出了Polaroid Now 這個新產品 Polaroid Now 其實是一個更精準更快的 支援機有相機 它有什麼供應呢 首先全新研發的自動對焦系統 然後它的叉刺填 就可以拍攝15盒菲林 屈指一算 120張照片 還有它精準的閃光 非常好的手感和功能設計 絕對是Polaroid Now 雜功能於一生 和帥氣的 所以無論你拍照的技術 像我一樣 還是像蘇 好像蘇 好像蘇哥一樣 都沒有問題的 外出要襯衣 也顧及到大家的需要 所以除了有經典黑白兩色 還有紅橙黃藍色 五種顏色 七種給大家選擇 除了Now之外 還有一部Lap 其實這個Lap 操作非常簡單 只要下載相應的App 只要把手機上的照片放在App 把手機調轉到Lap 按一按按按鈕 15秒就會出到照片 除了逐張逐張印 其他人之外 還可以把照片分成23469 這樣鋪排去拍攝 所以都頗特別的 如果曬得出來 另一個大賣點 就是你可以打印AR動態照片 很簡單 拍完照片 在App Media 上載你想要的照片 或者視頻 然後用你的特製App 當然是Polaroid的App 刷一刷照片 你就會看到 你上載的照片 就出現了 非常棒的 現在我們就拍外景了 韓有所掌 韓有所掌 私影團 我們今天私影團 先去深水埗 我們由太子走去深水埗 希望可以找些獵物去拍攝 你有沒有想今天拍到什麼 為什麼選擇深水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喜歡它的舊的質感 舊式 它舊一點 在設備的效果 連著舊的感覺 應該會比較好看 如果現在晚上會不會 小夜拍攝 還是你想拍攝它晚上的 不怕 因為我都很想下flash 對呀 它有閃光燈 阿關什麼時候再出歌 快的了 真的快 真的很快 曲就已經有了 曲有 等個甜詞 還有接下來 有些劇拍 然後 做衣服 拍照 什麼都玩什麼都試 最重要 有突破 對呀 好像你們這樣 剛才跟你聊天 都是大家幾個朋友 分享照片 就做了這個節目 都是的 其實呢 雖然我認識了阿關一段日子 但我有些事從來沒有說過 我有些害羞 做什麼事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瘋狂聽了這些 我是認識的 真的 失戀嗎 OK 反而是這樣的 雖然阿關有一系列的失戀歌 你當我什麼那個 你當我什麼呀 我還是什麼呀 悲哀代言人那些 是很失戀的 我自己反而最喜歡 是你有一段時間休息 叫做復出那隻碟 哦 一年那隻 哦 對呀 對呀 那隻碟呢 你是聽到阿關有個轉變 謝謝 你猜我最喜歡哪隻歌 你猜 你猜那隻碟裡面 對呀 一年 不是 我最喜歡是阿Q 我不知道大家聽是怎樣 但阿Q的歌詞 和他的唱法是很棒的 大家可以 如果小聽或者很久沒有聽 可以研究一下 可以聽嗎 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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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想找一些很舊的東西 因為我經常覺得有很多東西慢慢都在消失 在我們的室內 有時候你拿出來看 你都會看一些歷史文化 很多這麼滑滑的滑滑 或者一些信箱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慢慢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喜歡拍一些快消失的東西 可以幫自己的地方留一些記憶 阿關有沒有覺得深水埗如何 我經常都來這一區 今天我自己來之前就想了一些故事 故事 我希望可以拍到一個一個人兩個人 這樣的一個深水埗 一個夜晚 所以我現在不停地在捕捉 可能一個人剛剛在捕捉一下 就是那個時刻 就是Catherine捕捉一下 明白 待會我們就看看他們的作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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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南街中央,205日 就会发现一间充满绿色的地方 是哪里呢? 这就是Infragment 我专业做不同的植物 这叫什么植物? 糟了,我突然忘了 这叫什么植物,老闆? 这个叫快根植物 Let's go 好,我们拍了一天,是时候选择原成品 我自己很喜欢这张 小云帮我们拍的 整个感觉好像去了旅行 小云呢? 我喜欢那张,其实都是你们的背景 我喜欢这个灯 喜欢我们的背景而已 不是喜欢我们 好了,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照片 说不完的 看我们的IG就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拍了什么照片 还有我们还会送出两部相机给大家 记得在我们的IG留言 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张和为什么 我们会选择你了 最重要是选择我的一张 其他可以不用管 有相片,有故事 你的一张是花最多时间的 都是 你教的位置都教了很久 我幸好表达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成功 真人真事那一篇 很厉害酒店的 深水谷 深水谷很厉害酒店 她是VIP 你看大家都不知道 酒店叫什么名字 有很大的字 所以其实即影绩有好玩的地方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一群朋友 一天走出去玩一晚 不断吓一些我们想要的境 又不需要很深的技巧 又不需要很高的技巧 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我这样玩 对,其实大家一人拍一个片 然后大家摊出来讨论都挺有趣 挺有趣 有一个 我们每个星期一次 好吗 有一个真实的互动 大家平常都在手机上 yow whatsapp 搞什么 现在还有一个 真的做一件事出来 就是摸着手 摸着手 摸着手 好,我拿手机 我whatsapp送给你 或者我poIG 什么airdrop给你 没错 真的我觉得 你再立刻写一首歌 就是说一张照片 竟然可以变老了 恐怖理论 对 恐怖理论 他有一首歌 说拍照的 写真家 是呀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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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听 好,去多了 好,去多了 拜拜 拜拜 最后又来到送礼品的环节 之前在片头说过 我们今集会送出两部机 分别是POLO 1 NOW 和POLO OID LAD 那这部POLO 1 NOW 如何赢呢 就是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在我们下面留言 你想和哪个人在哪里用这部POLO来拍照呢 你解释给我们 最好的答案 就可以赢到这部POLO 想得的那部POLO更简单 只要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之后 我们将会出三个POLO 这三个POLO 就会由阿Lok、Sofu和我选择 分别用POLO拍不同的相片 你选择一张你觉得最漂亮最有型的 然后在你喜欢的下面留言 答到最佳的那位 当然啦 最多人like那张相片 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而得到 这一部Lab 你如果不subscribe 不follow 或者unfollow unsubscribe 我知道的 不知道的 不跟你玩 好了 最后的最后 多谢POLO OID 和Karlik 在这集的支持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普励 就留意最新资讯 记得follow他们的IG POLO OID Underscore Asia 那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普励来资讯了 最后的最后都是CLS 其实我们小频道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做到自知的 我们都是 我们小小的频道 大大的理想 多谢支持 按钟仔 好 再见 再见 全休息